很多男生在进行双人运动时,都会有一个习惯性的三件套,就是亲嘴,揉胸,还有摸下面。 但我想说,女生的下面真的不是你想摸就能够摸的。 很多女生之所以抗拒男生用手,是因为你让他感觉到不舒服。 所以今天,我来教你三种女生喜欢的揉痘痘方式。 用我教你的方法,女生会很难拒绝你的。 第一个诀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先避开痘痘的部位。 然后在她的周围,以及她的大小阴唇上面进行温柔的爱抚。 这个爱抚的力度是非常的重要的,因为很多男生会把握不好。 这边大家拿出你的双手,尝试着将你的一只手的指腹轻轻地贴放在你的另外一只手的手背上, 然后轻柔地在上面进行抚摸。 抚摸过程当中要注意了,你不是用你的指腹在上面进行揉搓, 那样子的话,你就会非常的用力。 而是你要借助你手腕的力量,注意你是用手腕, 然后再去推动着你的指腹在上面进行揉搓。 就记住这样一个力度,去刺激女生的下面, 她就会感觉很舒服。 从心里讲,也会更容易接纳你用手刺激她这件事。 第二,用你的掌心揉搓。 很多人一向来都会习惯性地用指腹。 我觉得指腹在冲刺阶段是完全没问题的, 但是在刚开始时候呢, 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有更大面积的一些刺激, 会让女生感觉到更加的舒服。 那具体怎么做? 比如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, 我们去刺激过周围了,也去爱抚过了, 然后这时你就可以很自然地去覆盖到我们女生的痘痘, 然后借助你掌心的力量, 在她的痘痘上面进行按压, 温柔地旋转。 这招非常的管用, 女生在舒服的同时, 也会觉得你很懂得这个, 懂得你是真的懂技巧的。 另一方面就是, 你是真的想要让它舒服, 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之后赶紧进去。 那么当女生有了这样的一个念头之后, 她自然就会更加地放松, 也会更加享受其中, 你们就能够真正做到合二为一了。 那痘痘自然而然就很容易达到高潮了。 第三个诀窍就是用爱撩动你的伴侣, 保持均匀的呼吸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 很多男生在刺激过程当中, 刺激的时候就变成了例行公事, 而且满脑子都在想我怎么样, 才能够让他更快地辨识, 让他更快地去获得性高潮。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念头的时候, 就会很容易跟你的目标背道而驰, 为什么呢? 因为你没有投入进去, 我们说爱撩, 首先你得有爱, 所以你要带着你的情感, 带着你的爱意去抚摸它, 抚摸它只是一个动作, 明白吗? 那么当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刺激它的时候, 女生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, 同时结合你的呼吸, 这点非常的重要。 你在爱撩过程当中, 你也需要将自己完全地沉进其中, 去享受这个过程。 当你保持均匀的呼吸时, 去深深地吸气, 呼气, 你的动作和你的呼吸保持在一个同频的状态, 去感受一下这种深层次的呼吸, 会让女生眼中能够感受到你更加深沉的爱, 她也会更加享受其中。 所以说揉痘痘呢, 它真的是一门学问, 想要去揉好的, 你就需要去多了解一下女生是怎么想的。 莫大侠结合十年的持久训练指导, 给大家整理出一份两万字持久训练宝典, 有需要的兄弟一键三连加, 评论666, 好了, 今天就分享到这点, 你学会了吗? 感谢观看